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王晨宇先生 王春深先生 在比赛开始之前 现在我宣布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资格赛 晋级赛 QR ST组第一场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慈一环节 有请正方一辩 谢谢主席 问候在场各位 首先 松弛感是指一个人给到外界的形象 观感 主要是不紧张 不费力 触变不惊等 在关于微博网友黑猫白袜子政见过期的讨论中 报道原文写道 围观者都猜测他们一定会暴躁 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生冲突 争吵 而是从容地重新解决了问题 人们因此评价他们一家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触变不惊 让人认为是具有松弛感的 这是松弛感爆火的源头 而现状下 主流社交媒体小红书微博 相关讨论的高热度话题 都视为松弛感的妆容 如何拍出有松弛感的照片 松弛感穿搭等等 同时 根据牵挂数据 松弛感话题下前五的讨论分别是 美妆 穿搭 母婴 家居 美食 最后 筋疲力尽是个人精神和肉体 都陷入困难和疲惫的生活状态 理性以上定义 我方从两个事实判断和价值倡导 两个层面论证 其一 在事实判断上 现状下强调松弛感在加重原本 就筋疲力尽生活着的人们的焦虑情绪 松弛感本身是一个被营销的结果 根据牵挂数据统计 今年一月 松弛感的笔记互动量 比至于去年上涨了百分之六千 笔记数量上涨百分之四十 其实我们内容都是在强调生活优雅 宣扬理想范式 松弛感的构建在提高原本生活的门槛 松弛感是比高级感更高级的美 真正的美是不费力的美等等 其带来的结果就是 过去我追求美化个妆去上班 已经很累了 现在还需要努力化一个更难的 白开水松弛感妆容 以前我坐在工位上保持妆造 已经很累了 现在周围的人还告诉我 松弛感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我化的精致妆一点也不高级 在家居家庭等部分同样如此 松弛感的宣传塑造了更多的范式 宣扬这才是更好的更高级的状态 它引导大家追逐扩大个体的焦虑带来了疲惫 其二价值判断层面 松弛感背后的逻辑是资本社会概念塑造的产物 它依旧是现代消费主义在兜售的一种生活方式 黑猫白袜子的松弛感来源于 它不必在意那几千块的机票 网络富二代的不紧不慢来源于 它对生活的把握 万柳书院的平易近人背后是家庭环境的奠基 对于普通人来说 松弛感无非是上流社会的另一个碎片 消费主义通过兜售这些碎片 获得对个体的奴役 过去这个碎片是贵族气质 是高级感 现在叫松弛感 身处其中的我们 在本就筋疲力尽的生活里 更应该学会警惕 不能受其影响 关注眼前的生活 不被那些塑造的概念所裹挟 才有可能真正活得轻松 以上 感谢正方一变 有请反方四变 对正方一变进行质询一环节 不好意思 谢谢主席 专庙你好 第一件事情 我现在就插着腰 然后可能就看起来很松弛 所以我是一个有松弛感的人吗 我觉得不一定 对所以大家发现了 我们今天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松弛感 不是根据外在的形象判断 一定要达到心理内心的镇定和从容 才能达到真的松弛 第二件事情 宁芳今天说 宁芳也希望当代人不要加重焦虑 对吧 是的 对这是宁芳的态度 宁芳觉得强调松弛感这件事情不能加重 不能让大家松弛下来 会让大家焦虑 所以宁芳的方案是 我方的方案是 比如现在我可能很焦虑 但是我可以 我可能解决不了 你告诉我要松弛 我也无法松弛下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就不保持了这个焦虑的情绪 我就告诉你 我现在就这样子跟你继续打辩论呢 嗯 所以听到这里 至少宁芳没有提出过一个方案 但是这时候我们定义出现了分歧 因为宁芳说强调松弛感 就一定是拿一个大喇叭跟你说你松弛一点 所以今天所有强调松弛感的方法 只有这一种吗 今天小红初上的营销 他也不是拿大喇叭告诉你说 你今天必须要松弛 而是他用一种很美妙的方式 对 所以至少我们先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叫做 今天强调松弛感的方式 绝对不是拿一个大喇叭喊一喊 你松弛一点 这样徒增焦虑的行为 而是可以通过社会文化 哪怕电影的描绘去浸染 大家更松弛的现象 接下来第三件事情 跟宁芳聊小红书的问题 宁芳今天一遍稿中 举的所有的那些排序 或者说穿搭很多的例子 都来自小红书的笔记对吧 是的 除了小红书我方还有别的论证 就是至少数据层面 还有别的平台吗 小红书上的一些话题 别的平台微博也有 对 所以至少我们先确定到 宁芳今天打算 将小红书论证是主要平台 可是今天如果您搜一下 知乎和豆瓣 就会知道 里面进入松弛感的 多半是我们聊心理的创伤 和心理的疗愈 我想这里 没关系 您方如果其他平台想要继续论证 您方得论证所有平台主要 至少您方现在为止没有完成论证 最后一件事情 您方今天说 松弛感穿搭的提出 会让大家更疲惫是吧 我先回应一下 上次那个知乎的例子 就要没有跟上一下节奏 回答一个这个问题 所以松弛感穿搭 和松弛感妆容 会让大家更疲惫是吧 是的 对 但是以前 大家知道吗 以前我没有学过松弛感穿搭的时候 我刚开始学化妆的时候 我学习化一个完美的妆容 一定要打好腮红 画好眼线 眼睫毛 一定要贴好美一簇 可是在今天大家告诉我 不必这么紧张 所以到底紧张在哪呢 期待您方或许论证 谢谢各位 这样我这里有一个数据 在抖音松弛感底装下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4分24秒 反方时间所剩14分55秒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进行陈词一环节 各位好 各位好 无论是人大心理学教授侯瑞赫 还是知名辩手胡建彪 当前和松弛感相关的理论著作都明确指出 它是一种在内卷和躺平两种极端状态中出现的第三条路 它是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的困境和压力的时候 能够有觉知的调节自身的情绪状态 而在社会和国家层面要去强调松弛感 往往当然伴随着资源的投入 比如更多的科研经费投入 更广的科学方法宣传 更唾手可得的心理资源建设 无方认为当代社会充斥着越来越多 焦虑紧张不安的情绪 对松弛感的强调能够有效的舒缓 当代人的精神内耗论证无下 第一强调松弛感具有必要性 在当代社会文化给了人们一个又一个的枷锁 每个人必须拼命与时间赛跑 高考之前要紧绷一分压死一千人 本科期间要紧绷保研才有好出路 刚毕业要紧绷上升期一定要抓紧 别错过结婚的时机别落下买房的脚步 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总是跟我们说到了下个阶段你就会放松的 可到了下个阶段又会有源源不断的身份 和需要旅行的义务落在我身上 我们休于请假我们耻于休息 甚至在娱乐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学不会放松了 旅游要当特种兵 24个小时赶完18个景点 全程只准走马观画 迪士尼都不再是惬意的游乐园 而是凌晨5点起床排队的修罗场 当然有人会说这些所谓的枷锁 都暗含着我们真诚的期待 可是当代的情况恰恰是这些期待已经过了度 担惊结律想要让孩子一生顺遂的家长 结局是让家庭成为了年轻一代 避而远之的境地 在这片儒家伦里沉重的土地 确实需要强调一点松弛感 第二强调松弛感具备有效性 过去松弛感被视作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赋 它停留在陶渊明和苏氏的诗词里 成为现代人求而不得的桃花源 但是哲学的眼镜和心理学的发展 逐渐把这样一种看似遥远的心境下沉落地 很多具象化的方法被研究实践 并且证实有效松弛感的习得具备了可能性 不认识侯雷赫还是吉尔洛姆等人 从理论著作的层面将这个概念抽丝剥茧 他们深入浅出的指导人们 想要在糟糕的处境里去拥抱松弛的心境 需要更合理的精力管理 正念冥想训练 森田疗法等心理学手段 在大众中逐渐普及 他们有意识地训练人们排除杂念专注于呼吸 再把这种专注的能力迁移到生活中去 从而使大脑减少无效的忧虑 甚至由紧绷到松弛的思维转换 可以从很小的突破口开始 松弛不意味着让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底层劳工 丢弃身上背负的责任 而是不要让责任和身份 构成了你生命的全部 某些时刻 其实我也可以坐在楼下 享受原来我特别爱吃的牛肉面 而不需为此感到复旧 此时一个人就已然开始走向了松弛 走上 感谢反方一辩 有请正方四辩 对反方一辩进行质寻一环节 好 学姐你好 请问一下松弛感定义是什么 那个来源的故事你可以再讲一下吗 在那个来源的故事 松弛感这个概念 本来现在也有很多相关的理论著作 嗯 在理论著作中主要指的是 你在遇到困境和突发的压力的时候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嗯 好的 来源的故事吗 那个来源的故事无非就是说在机场里面嘛 那家人他们可能面对了这个飞机票突然延误了这件事情 他们能够除边不惊地去解决 其实他们跟我们讲的松弛感是一样的 也就是你在面对困境的和压力的时候 具有一种情绪的调节能力 对对对 太好了 嗯 所以说是围观者猜测他们会暴躁 但他们很轻松 这种对比感让他们突出 但是大家觉得他暴躁 他就哭了 这样子我们还会说他是一个松弛的人吗 很奇怪 他面对那样的困境和压力 仍然能够从容淡定地解决 能够调节他的情绪 好的好的 我方不理解为什么这不叫松弛 好的 或者 这是松弛 我承认那是松弛 但是假如他哭了 这就不是松弛 即使哭可以让他放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松弛感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评价体系 而轻松是一种心理状态 第二点我问你 它可以是一种评价体系 也可以是一种内心感受 你别打到我 好的好的 您方利好是大家听了你的感觉 放轻松了对吧 我方会给大家具体的方法论 怎么样从你的生活去切口 让你变得松弛 所以说您的方法论是大家信了你 并不是你讲了 但是你讲了 大多数人有自己的价值排序体系 他不会信你 那这个时候你的利益怎么来达成 不会信是你方需要论证的吧 你没有论证告诉大家不会信 而我方发现 不论是现在这种正念冥想训练 还是三田疗法 还是说各种各样的松弛感的育儿 松弛感的这样家居的部分 对对对 能够让大家去信服 太好了 所以说是筋疲力尽的人 你要给他加以训练 而这个是你带来更疲惫的 而你这个训练达到结果 为什么是好的 不是只要训练这件事情就叫疲惫 如果我的训练本质上是为了 让我习得一种能对抗内卷和焦虑的能力 那我比以前是更轻松的 所以又回到我们的问题了 在现状下的强调方式 是让人们在训练 还是更多的是我们小红书 小红书那种平台方式 您方有更多的矩阵吗 大多数起码现状下有很多的训练是您方那样的 您能举证吗 当然可以举证了 小红书我就可以举证 没关系您讲 小红书 来我给您举证 比如说我们看到小红书1.8万点赞的例子 教你我理解的松弛感里明确告诉你的是 如何放弃自我的标签化 如何在社交中拒绝social 包括我方昨天看到3.8万点赞的松弛感育儿 教的是女性如何去对抗 比如说哺乳一定要催乳女孩一定要做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都在教我内心的感受 那些片子我都看过 你都看过 我都看过 我们翻过小红书很多数据 她很多都在讲 那些点赞高的都在讲 你一定要松弛 而不松弛是一种罪过 所以说这种方式在大家本有压力的体系之下 你要让它看起来很轻松 带来的是更多的避害 最后我来跟你聊一下人群和可行性上 我们今天聊的精疲力尽的人 可是我们发现当代疫情之后 我们失业率很严重40%多 然后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的存款仅仅有1600元 而对于这部分人 你告诉他面对任何事情都要泰然自若 他怎么能做得到呢 没有让他面对任何事情都要泰然自若 你放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吧 但我总能告诉你 哪怕面对这些困境 你的生活也不是全无美好的 你的生活也不是全无意义的 我总能找到一个气口让我放松 可以可以 所以说至少目前你没有证明他能听得到 而我告诉你这些人是很难听懂的 所以说带给他的只有是现实与理想之间 难以自洽和割裂 最后我问你 你强调松弛感让人感到轻松 所以你要进一步的想更强调松弛 来改变社会现状 这是您方想讲的对吧 没有社会现状双管齐下吧 我强调反诈意识 也不是说我只跟大家说你要提高反诈意识 我也可以打击诈骗 所以本质上社会结构可以双管齐下两种都做 可以了可以了 所以说在这个高考体制没有改变的时候 在整个社会都诈骗风气的时候 你让我反诈 这个时候我会受到社会的推论 而你要想改变也是改变社会结构 而不是单单把压力给到我个人身上 以上谢谢 我方从来没有想单单把压力给个人 我方恰恰觉得社会既要改变结构 但结构改变太慢了 所以把心态也改一改吧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1分44秒 反方时间所剩11分42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感谢双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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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正方二变 好 谢谢主席发言及及时 对方质疑了我方的数据问题 那我方就给大家直接看一下吧 就是我方已经把小红书搜松弛感三个字 可以搜到的东西按照热度 做了一个很长的解构 可以看到光看封面图 没有一个妆容是不精致的 没有一个身材是不好 没有一个是没有穿搭的 而他们在告诉我们什么 他们在告诉我们 就引用原标题吧 拥有松弛感之后 我变得更漂亮了 比起美貌松弛感才是核心竞争力 而对方又质疑说 我们没有其他软件的数据 有的我们找了知乎 但是搜索松弛感也是按照热度排最高赞 只有五百个 而且这还是蹭了李淡的热度 只有一条评论 所以您方要怎么告诉我 就是小红书这一块的讨论呢 然后在刚才的质询中 对方其实也已经退了两个方面 首先对方也认同 现状下小红书这样表现的 或者是说看起来要松弛的文化氛围 或者营销方式 确实是带来了焦虑的 其次就是对方也同意说 如果就是话术做得不够好 或者是不够像您方说的那样 就会产生一些负面情况 只是对方认为会有更好的方式 那您方需要举证说 您方的更好的方式 已经会造成就是一些 比我方说的这些更大的影响呀 您方说消费主义的这种营销 是一种误用 但是您方没有论证 它怎么不被这么用 我方看到的就是 强调松弛感 并没有减轻我们的容貌焦虑 只是让我们在继续焦虑的同时 还要选出看起来最松弛的那一根口红 来显得毫不费力 往下走 对方说的很多都是强调松弛感之后 获得了轻松的好处 但对方今天真正需要证的是 强调松弛感真的可以导向轻松 在这里对方的论证缺了两环 就是首先对方的利好 都是基于强调了这个人 他就一定会去做 但是你为什么强调了他就会听啊 从物质上来讲 就精疲力尽的人没有松弛感 本来也不是因为他天生就喜欢紧绷 喜欢焦虑的呀 只是事实可能就是 我很需要这份工作来付房租 或者是我很需要有承担 失业疾病等意外的就是物质条件 您方说的那个森田疗法 它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东西吗 就是那您方觉得那些经济条件不够的人 他怎么办呢 然后就是您方这样强调的松弛感 我就很想质疑他怎么松啊 松弛感本来是与神经质水平有关的 而神经质水平是由基因决定了很大部分的 这是不是有点就是勉强啊 然后从精神上来讲 人本来难道他在精疲力尽的生活中 是不会去想那些更轻松的可能 不会去想这么累值不值呢 所以您方又怎么 就是您方的强调凭什么突然能够 就让我四大皆空 不让我在意 我之前那些很在意的价值的呢 如果不行您方的利好从何而来 又如何不让更多人 在松弛感这一新的消费主义陷阱下 陷入拉扯的焦虑 最后还有一段就是您方 需要证的一件事是 真的听了你们之后 然后就确实能变得更好 这也是您方没有证的 因为我方现在看到的是 就是松弛感 其实并没有改变美丑的范式 只是竖起了一个新的高标叫美 而且要美得轻松 以前我只要化妆去美就好了 现在我还要就是 有人告诉我说 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丑 这样我怎么不疲惫 谢谢 感谢正方二变 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进行质询二环节 听上去都像是资本的错 你有没有打算否认松弛感 也可以是一种我内心切实的感受 这是您方需要证明就是松弛感在当下 更多的是这么被理解 这么被追求的 我先说在很多小红书 包括知乎的帖子下有评论他们说 我通过一些方法训练我确实感到 我在社交场合不用拼命的搜射 会让我感到松弛 我先确认它可以是内心的感受 对吧 不我方看到的更多就是 以妆容以穿搭在追求松弛感 没问题 有一些人用外在营造方式没问题 那我这么问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 你妆容的方式穿搭的方式 本来就会影响你的心情 比如今天如果上场之前 我穿的非常精致的西装 把领带打到最上面 打一个温纱紧 领扣袖扣全部系紧 我这个人神经就容易高度紧绷 可如果放松一点的穿搭 我把袖扣解开 领带放下来 我的心情就会得到松弛的缓解 外在的穿搭 有没有可能对我是有这些影响的 这是需要您方就是具体证明说 有这个样子的情况在发生 我刚才讲的这段难道不是证明吗 在心理学上穿搭的方式 当然对我的心情会有影响 所以我穿的松弛一点 妆化的松弛一点 让我的状态也能够放松一点 我再进一部分 你确实我看过那些小公司的举证 她们有一些美女 摆拍了一些松弛感的那个妆容 你知道底下评论是什么吗 我方也看了 那只不能点开 你点下看评论吗 就是我方看了 他就是在说 比如说抖音这里有一条 就是松弛感妆容 就是当时8月2号登上了热搜榜 然后底下的评论就是 我觉得底妆才是最难的 然后为什么化不出 当然要化到这个妆确实有点难度 但有很多摆拍松弛感的 就所谓你这种按照资本营造的 底下评论是 哎呀好刻意的松弛感呀 好费力呀 包括之前有一个人 把一个LV的包放在地上 拍了一个帖子说 哎呀这个东西是松弛感 底下评论是 博主我看你脑皮有点松弛 有没有可能 大家对于这种营造的松弛感 已经厌烦了 我方看到的是 大家依然以这种方式正在追求 8月2号不是很远 把松弛感妆容登上了热搜 我知道 我觉得大家是有判断力的 如果你发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妆容体系 或者一个摆拍照片 我看了之后明显不松弛 对我也没有什么帮助 人是会自动排除排气这些东西 他会唾弃他说哎呀你这个太刻意了 太费力了不能帮助到我 所以你所谓担心的消费主义营造的景观 会在人们慢慢的用户筛选当中被淘汰 再进一步 对于那些精疲力尽的人 你方有没有打算让他松弛一点 还是你觉得哎呀自生自灭就好了 我方反对以强调松弛感的方式去让他松弛 你可以讲你要什么方式 这有很多呀 就是这不是我方的论证义务 太是了 因为如果你的立场是 也想让精疲力尽的人放松下来 而你又不要强调松弛感 你总要强调点别的 你讲吧 不 我方只要告诉您方 强调松弛感会让人更疲惫 我方反对他 并且提出反对的理由就行了 所以 我意思是如果你这块一直逃避 你对于那些松弛 就是不松弛的人 是没有任何帮助效果的 而只要我方的效果 能帮助到一些人 那我方即可得正对吧 不 您方要论证的是帮助了这些人 他带来的帮助 带来的疲惫要更大 那我稍微讲几个方法吧 森田疗法确实是个中产阶级疗法 但它确确实实在大学生的实验里面 可以帮助到91%的人缓解自己的焦虑 所以对于中产阶级精疲力的人 它有帮助效果 对吧 森田疗法和强调松弛感有什么关系 顺其自然 应为能为 是森田疗法治疗的手段 它本来就强调你要获得内心的松弛感 所以这样的本来的方式 是松弛感里面可以使用的强调的方法论 我再进一步问 我来聊所谓的底层人民 对于很多的底层农民工来讲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农民工叫陈直 他喜欢在修行的时候看一看书 甚至他喜欢看海德格尔 他觉得在精疲力尽忙完一天的工作里面 找到我自己确信的读书的爱好 可以这个力量可以足够抵抗那些困难 让我很松弛 有没有可能像他一样把握住那些确定的兴趣和幸福 就可以让我松弛 难道他这个就是读书的爱好 他自己以前没有想过要怎么放松 是宁方强调的松弛感 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需要放松 是这样的方法可以推广 你只要找到自己的兴趣 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东西 找到在生活当中 我那些可把握的可确定的幸福 把目光投放在这上面 你就有了松弛的动力 你也可以抵抗那些未知的苦难 谢谢各位 感谢双方便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8分30秒 反方时间所剩8分34秒 下面由请反方二变进行陈词二环节 各位好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先摘一个帽子 就是对方一直觉得强调代表你不许这样做 就是你这样做就是错的 这件事情一定怪你 可是我方觉得不一定是 至少不一定是这样的态度 我说强调反诈意识 我会觉得这个被骗可能都怪骗子 但是你要加强意识 我告诉你你家要加强防盗 不代表这件事情怪你 当然怪小偷 所以这两件事情没有别人关系 第二个部分是对方整体上举证的 其实就是有一些人强调松弛感的方法是错的 可是我方三变已经清楚的至少在逻辑上 是事实的举证上已经说明了 这件事如果它太过刻意 已经让人民感到不舒服 那市场是会选择这种观念的 因此这种观念的选择 会逐渐往良好的方向发展 这个部分的趋势 你方没有往下比较 更进一步 我方更质疑的是 就是那你到底想让小红书上的明星 发什么样的妆容呢 就是你总不能希望大家都每天扮丑脸吧 就是那大家发个好看的照片是有错的吗 他原来发的好看太过精致 你妈太过精致 我现在已经画了一个不精致的了 你还去骂他 那你到底想让明星怎样 我期待你一会继续告诉 而你整体上如果我看到明星 其实也可以搭了几根头发 明星的领带也可以系的不一样 至少对于我来说 这给我一个信念 我也可以这样做 我跟明星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对方说 最后 这件事情 生前疗法什么的太贵了 它不属于我们这些平凡人 可是我方恰恰说的是 生前疗法 其实是一种比较大剂量的东西 它生前疗法 并对于一些中产阶级 需要一些大剂量的药 可是对于比如说普通人的烦恼 当然需要一些小剂量的 比如说像我方举的那个外卖员 他可能在闲暇的时候 他看一看自己 看一看自己手边的书 他意识到自己的 他自己跟哲学家有受有一些共鸣 他沉浸在这个书本里 觉得自己的生活仍然有价值 我觉得这个生活突然在这一刻有了支点 我方思辨自己博士研究 他每天做实验超过几个小时 可是一个晚上过来跟我们讨论 他会突然觉得生活很有意义 所以普通人至少有很多方式 这个部分是森田疗法 其实本质上也是在利用这样的方式 森田先生没有做其他的事情 他只不过是把你在身体里 那一部分苏氏唤醒了 他告诉你在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像苏氏一样 把九道在月亮上 对这个世界开始释怀 这个释怀的契机 可以是挽牛肉面 可以是辩论讨论 也可以是你生活的一切 这件事情所有人值得拥有 以上谢谢各位 感谢反方二变 有请正方三变 对反方二变进行质询二环节 第一个问题 消费主义式的营销 是不是现状下强调手段中的一种 但是强调也不代表只有这种 而且良臂会逐渐驱逐这些类别 对 你说的是会有更舒服的焦虑营销对吧 会有人民真正感受到 真实感到松弛感的舒服营销 我先确认的是 你只能证明到会更难发现 但不能够证明 因为你说那种很愚蠢的 会被大家排斥到 那我方举证现状下 这都是很聪明的 比如他们不会直接告诉你 我该怎么样去做 他们不会傻到放一个AV在那里 但他会去说 女孩子松弛感的美是更美的 他会去说 松弛感是真正的核心精神力 这种部分你怎么解决 对 这个部分我方从来也认同 松弛感是需要把你强调一种品质 这本来就是我的立场 对好所以到目前为止 现状的部分反常有证明 它会现状的有这样的一个部分 更进步来近数据的比较 你有矩阵其他平台 更多讨论你的那种松弛感吗 对有比如说 比如说知乎豆瓣 我方昨天刚搜 来先讲知乎的数据 我方搜了以后 最高点赞是500个点赞 最多只有一条评论 你说其他的数据是什么 说明你搜的松弛感的词条不对 你说 比如说我方搜的松弛感 你至少要拉到其他的分区 你不一定也只拉到第一个帖子 还有比如说有些词 我按点赞 它标题里没有松弛感 但是比如说 我要怎样解决我自己 现在的精神内耗 那打断精神内耗 也不是松弛感唯一的好处 你这样子告诉我 所有解决精神内耗的 好像都是你的立场 我觉得很没有道理 至少在松弛感的茬域当中 它只有500个赞 评委是有手机 评委是可以去看的 我该进一步的问你 你说豆瓣 你知道豆瓣关于松弛感的讨论 最热门的一个小组名字叫什么吗 所以你没有看分帖 来回答我的问题 最高的叫做就是学不会松弛感 有2万多人 我请教一下你怎么证明 现状下豆瓣的讨论 是你的那种更好的更合适的 所以有一个小组是这样 我方看到另外的分区是 如何拥有松弛感 教你如何 而底下的评论最高 具体浏览量 我一会举重 好 所以我先确认到的部分 是在其他平台 正方没有办法证明 反方没有办法证明 在影响面向上 反方的是不如它的 我更进一步给你简正一个论论逻辑 比如说现在有15世纪 我在15世纪的时候 你要强调宗教对人民来说 是让大家更轻松还是更好 你非得告诉我说 马丁路德提出一个更理想的范式 那影响我在当时做出事实判断吗 所以强调新的宗教对大家来说是好事 你强调宗教改革 对 所以在当时 对所以今天这个题在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到事实判断的时候 现状的矩阵很重要 我往下点下一个部分 你给我提了一个方法 叫做正念疗法 和什么七天训练 对吧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好 你知不知道杭州有一个机构 叫北城青年 我以前跟那边合作过 它就是全国最大的什么正念疗法 青年赋能的这个部分 你知道参与一个营要多少钱吗 但是我们自己 B站上有很多免费的视频 你看你的剂量需求了 好 剂量需求 所以你又要进一步举证是 农民工和身处于所谓的精疲力竞的人 居然比那些中产 他们面临的问题会更小 需要的药会更少 不是 是看你具体的情况 比如说我刚才看到 比如说中国式大会 有一个哥们叫雷海维 他自己下班就是去读诗诗 这件事情完全有价 我先确认的是 这个位置 反方给的方法 已经不适用于精疲力竞的人 这个群体了 我更进一步的来 农民工不许精疲力竞 好我接着给你举证 你别着急 我还合作过一个青年项目 他们就是给农民工 来去推这样的一个部分 它叫申锁 然后他们在具体做的时候 他们不收费 可是没有农民工参加 为什么 你参与过这个情况 你就直接讲吧 对 因为大家农民工没有时间 他们也不觉得这件事情 对方法更重要 我给你进步举证 字节跳动 他们在曾经的那个环境当中 他们取消了大小周 可是所有人都反对 为什么 对 因为大家卷麻了 已经意识 休息已经开始产生了羞耻 而那些农民工 是因为羞耻还是缺钱 对于休息有羞耻 我进一步问你 你说之前 大家没有意识到 我需要放松吗 没有人想着我要休息一下吗 没有这个想法吗 对 大家都觉得高考 如果休息一天 我觉得特别烦 辩论如果一天不讨论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 这个比赛赛场 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你别急 我想说的是 现状当中 大家很多的人 他们是知道我要休息的 可是为什么他还选择要大小周 是因为很多问题 客观在绑复他 你没有去处理这部分的绑复 能够被你的一句话 一本书 能够消解 这是你缺乏的论论责任 下一个部分 你告诉我说今天 你告诉我念诗的那个问题 你觉得有人在念诗 对吧 也可以回到小城市 还有很多选项 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更没证明 看了胡锡彪的那本书 就能让我愿意回到小城市 因为我有人身的追求 我有其他价值的诉求 回答我的问题 你想说念诗 对吧 我前面有举证 这个人能够松弛再下来 能够觉得念诗 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有38%到56%由基因决定 你凭什么告诉我是你的好处 我强调松弛感就是在改变这种价值追求 改变基因吗 不改变 你之前你前一句说的是价值追求 后一句是基因 你到底是什么 基因的部分 先天受到 我能够去松弛的那个情绪 我在小学会讲的 松弛那个情绪 38%到56% 是因为先天的基因来决定的 价值追求这件事情 一定不是基因决定 后面你可以去对冲 我知道 我看到那个部分 他是这么研究的 我后面接着会讲 那我更近辈来跟你讲好了 在很多的 就在 在那个马浦大桥 韩国有马浦大桥 他贴了很多的标语 跟他说要放松 要对生活更辛苦更美好 结果自杀率上升了六倍 为什么 因为别的地方自杀可能少了 大家都聚到一个 就是 对我知道你要打这个逻辑 我进不来给你检证 他不是因为 他不是因为自己贴了标语 火了以后 吸引别人过来做自杀 是因为他先提升了六倍的自杀率 才火了 我不信一个大桥贴 整个韩国自杀率提升了六倍 我是不信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反方证明疲惫的这个很核心的点是 你反复的再向各位去宣扬 某种所谓真相价值观 当我现实无法脱困的时候 我会更加的难受 当我走到那个大桥上 看到那个幸福的美好的彼岸 可我自己无法达置的时候 我该多痛苦 谢谢各位 缺一个郝老师慢慢温柔的教你 谢谢各位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4分41秒 反方时间所剩 5分57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进行战术暂停环节 在本环节 双方可各拍一名教练上场指导 此环节单独计时 时间为3分钟 进行战术暂停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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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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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告诉你我的价值排序里面不是只有努力奋斗赚钱是第一的 我停下来寻找我的世界保持我自己的松弛感 也是我们当下人可以接受的价值选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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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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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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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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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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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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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